说起体面这首歌小碧,很多人都听过吧,作为前任三里面的歌,在电影火的那段时间传唱,都是非常的高了,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余文文,也是因此大火了一把余文文以前并不出众,演了这部电影后,可以说是非常火了,比较有歌性的一个女星, 扎起来丸子头显得可爱十足,中分的刘海对整个发型,增加了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,衣服袖子那个地方也是很新奇了,九分的裤子看起来时尚满满,最让人注意的应该要算她的耳环了吧,看起来非常的特殊了,恐怕其他人也很难驾驭吧,网友,你这是锁吧,看看余文文不戴耳环的样子,还是不错的, 黑色的皮衣看起来非常的帅气,站在摩托车旁边简直就要帅呆了,很有饭格子的西装套装非常的有美丽,熟的马尾非常的精神,虽然没有穿裙子但是,依旧非常的强眼了,很有个性的一身搭配,黑色的棒球帽非常的时尚,白色的宽松的上衣看起来特别的有个性, 黑色的裤子就比较的常见了,但是她配起来,也还可以白色的衬衫非常的性感,搭配蓝色的破洞的牛带裤特别的有个性,整个人看起来身材非常的好,身材比例让人羡慕,乔文的衬衫特别的时尚,搭配一条蓝色的宽松的牛带裤,非常的休闲了,把衣服扎进裤子里面,也是一种比较的经典的穿法了。